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对于这个来路不明的消息 听众朋友一定要查证查证再查证 你多方查证小心求证之后 你再去做投资 基本上会对你来讲 你的财富是相对比较有保障的 因为今天有一个诈骗案 诈骗到名人了 超级有名的林郭文彦 就大同公司之前的荣誉董事长 大同现在经营权已经易主了 变成是中美金集团的入主了 所以说整个经营权的易主之后 林郭文彦自己起诈骗案更引人注目了 他到底是怎么被骗 被骗了500多万 500多万可能对林郭来讲 不是一个太大的数字了 但是这个骗了也实在是太老梗了 他又是一个所谓假减调的一个诈骗 就是说林郭文彦在今年4月间 他接到诈骗集完电话 对方是用警察局地点署这个名义 声称他涉及一宗洗钱案为由 说你这个账户被人家冒名洗钱了 骗他六度去银行汇 他真的去了 去汇了六次 直到最后他等不到退款 结果跟朋友 跟像165反诈骗专线 他发现受骗 拜托这多老梗 不是有一部电影就演这个吗 在泰国诈骗集团 那个老大是在泰国 然后他们就是打电话去用 什么公安的名义去骗大陆的那些老板籍的 一样的老梗 结果他真的也被骗了 说什么 他的账户被人家涉及到洗钱 是冒用的 所以他如果要证明自身清白 就要汇出保证金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检警会叫你汇保证金 证明自身是清白的 我天哪 我真的是快疯了 林郭文彦竟然这样子会被骗 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你自己也要去查证 问问律师 或者说你自己打到地检署去 或者自己跑去地检署问一下 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这真的是被骗了 今天我也接到一个朋友 这个我不认识的人 就是孤称朋友 他说他听信了什么 我说大臣唐业这档港股 他去买了 结果赔了钱了 而且赔很多 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大臣唐业 我听都没有听过这家公司 我怎么可能去讲大臣唐业 我不知道我在节目里面讲过多少次 赖上面冒用我头像跟名字的群组 有七十几个 已经统计出来了 大家不要再被骗 请你听到任何的 这个所谓的个别来路不明的投资资讯 你去求证求证再求证 那这位朋友他是透过我的脸书 这个问我说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那奇怪 我这个好朋友啊 你为什么在买大臣唐业这档股票的时候 你不先来问问我说软仙你真的有叫我买大臣唐业吗 事后赔了钱了 这个多冤枉的一件事情了 这都是诈骗嘛 那这我们已经讲了不到N次了几百次了 我已经没办法在每次节目在提醒大家了 所以说呢 在借由林国文艳这个被老梗诈骗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这个诈骗都老梗了 没啥新花样了 但是就是你一再被骗 就是没办法去求证求证再求证嘛 所以说对于来路不明的资讯 天上掉下来的讯息 什么简讯来的 什么赖来的 脸书来的 你就是多方确认嘛 多方确认求证到最后 我相信一定会有水落石出 这个讯息证明的情况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好 那这个礼拜蛮多重要事情 包括美国联准会 周四要公布上一次的会议纪要 还有欧洲央行十月份的 这个货币政策纪要也要公布 美国要公布十月耐久才订单的数据 还有十月核心PC 这个通膨的数据 那拜登在周一要提名联准会主席 这是超级重要 周三有纽线央行会议 周二还有欧元区十一月的制造业PMI 美国十一月的Market 制造业PMI还有服务PMI都要公布 所以这个礼拜重头戏不少 同时又适逢感恩节假期 美股缩段交易时段 那这样子的重要的会议消息 财经数据公布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群一齐 或者张银忠飞行师 林总你好 是孟华哥晚安 那林总怎么看 这个礼拜美国股市可能的行情发展 以及联动到台股 我们可以如何做一些先期的预期呢 那上美股就从小学生来看 应该也是偏多 因为它正在上金高 而且这个藏红棒一直在出现 那这个尤其是纳斯达克 像无敌铁金刚一样 上周五其实因为欧洲的疫情 就稍微有点严重 那道琼相关的这个科技股 道琼的股市相对传产的 比较弱一点 那科技股 它就会让投资人回想到 这个去年2020年 当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那其实科技股市 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像这个远距教学啦 或是什么AI啦 半导体等等 其实都在走一个大涨的格局 那目前这件事情出来 那又通膨的比率 又会加速再更降低 那等于是之前科技股 最怕的事情 没有了 那科技股最喜欢的事情 其实又回来了 所以应该还是偏向 多方的这个震荡 因为他目前离这个 我们看小纳斯达克 离季线其实有相当 相当大的一段的距离 所以在这本周 我觉得没有什么 坏消息的状况之下 应该还是维持一个 偏多震荡的一个态势 好 那刚才有谈到就是说 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的 金融教授希格尔 他像是个大舵头嘛 他预料美股将回档 他说跟疫情无关 主要是联准会为了控制通膨增温 政策可能大转向 他是接受CNBC的访问 是说股市可能因为联准会 突然改变强硬 落入修正 他说如果再有一份 糟糕的通膨报告 他说我不确定股市 是不是准备好 面对联准会主席鲍尔 可能采取的政策逆转 下一任主席是不是鲍尔还不确定吗 那习格尔先前批评联准会说 他抗通膨的行动是落后形式的 至于说 联准会会不会这个做更强硬的表态呢 这其实是一个问号 我不晓得林总你的看法呢 是那联准会因为下一任主席 其实还不确定吗 鲍尔其实大家已经认为已经很歌了 但是其实下一任不知道是谁 但是另外一位女生叫布兰纳德 他在投资圈给他的印象 其实是更歌的 所以其实是更歌派一些 所以这都不是什么坏消息 那我想如果有突然预期的 例如说加速升息的时间 假设大家都认为是明年的年终 那有可能会再往前的话 也许科技股会稍微有一些震荡 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几率 应该真的是不太高 目前判断 那至于说这个判断空方 其实很多人都常常在喊这个熊市来了 那例如说我有个同学 他过去十年只做空 他是一个头顾老师 高中同学 那不是赔得很惨吗 也不会 那他就可以找到一些信徒 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他always喊空 12000就空 13000再空 15000现在不空 更带何时 反正就是一直会喊上去 所以股市应该不要有太固执的念头 那你没劝劝你同学吗 他不要 他觉得说他迟早有一次会喊到一个大空头 OK好 反正就压到底了 你没回头路了就对了 对对对 没有错 好吧就是 既然12000就已经开始喊空的话 那你现在在喊多的话 你就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吗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也 也起虎难下了 但但我是觉得 其实在金融市场 我们不要有过度偏激的极端看法比较好 顺势操作 这个多方式我们就做多 空方式我们可以不做 但不见一定要去放空 那盘整我们就找强势股 好那席格尔他是预测说 物价上涨会持续数年之久 那他说累积的通膨率 恐怕会达到20%到25% 有这么夸张吗 两成的通膨率有这么夸张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度了 因为其实两%是 联手会就受不了 那你说两成就是20% 那是10倍以上 当然除非是失控了 例如说有哪边的经济环节 无法预期或是突然 所有的东西都上涨了相当多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到 上涨到两成 你说可能例如到5%6% 说是接近10% 我觉得大概就是会有一些 这个总经的政策把他压下 对 但不晓得席格尔 因为他也是知名 鼎鼎大名的学者 不知道他看到什么数据 什么指标这样预测了 但媒体是这样报道 好不管 我们回到这个美股来看 上周道琼却是连续两周压回 跌了1.38% 是连二跌 那纳萨克全周涨1.24% 标普涨0.32% 废半是连七周上涨 涨了3% 是非常强势的板块 能源股领跌 航空股也领跌 但科技股上涨 那为什么美股上周会出现如此分歧的走势呢 对那其实大概就跟我们大概之前谈的类似 那因为科技股最近那个几档大型的 像FANG相关的表现其实都不错 你如果去看得到这个苹果的线图的话 其实它是穿个历史新高 那你可以想到这么大的一档股票 它竟然可以创历史新高 那包括像这个Microsoft 那特斯拉一样是在跌了一段之后 现在也开始在反弹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大型的科技股 在上个礼拜其实表现的相对都还不错 那航空啊 或是一些之前涨比较多的 比较偏向传产类的 金融可能之前也还不错 但在上周也表现稍微有点温吞 那这个状态其实跟台湾的股市也很像 我们长期有统计一个 在台湾的那个电子跟金融那个指标 那台湾从10月7号开始 其实这个大盘就是有电子股在带动 那你看10月7号到现在大盘是涨还是跌 应该是上涨的 因为电子只要带得起来的话 这个盘是比较偏向多方来看 目前美股也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看起来是科技股 电子股半导体股是主流的上涨部队了 不过今天像航运 或是说部分传产表现的也还不错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跟Tio没有来讲 那至于说油价已经出现连续5周的回档了 这也是上周稻穷指数 这个能源股领跌的主要原因 油价连跌5周 这也蛮罕见的白宫这一次祭出一些行政手段 真的对油价出现了明显的打击效应 每油不油都跌破每桶80块了 那是不是油价会走空呢 那对通膨是不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呢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蓝木华 这个10月外销订单数据公布了 这个接单动能有放缓了 毕竟这个接单已经从高峰开始出现了这个趋缓的状况 这个可以预期了 因为每年第四季都会趋缓 但单月外销订单的接单金额能量高达591亿美金 年增14.6% 但是月减6% 这个也应该符合预期了 这个连20个月正增长 累计前10个月外销订单的金额呢 是5407.3亿美金 年增三成 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水准了 那至于说在个别产业的部分 像5G高效能运算 这些都还不错 显卡伺服器网通也都很乐落 电子资讯通讯产品接单也还不错 这些都是明显在增长的 这个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回落 那光学器材的部分呢 也在车用商用面板需求的畅望之下 背光模组接单有成长 年增也是连续17个月的正增长 传统产业的部分 像是基本金属机械塑像胶制品化学品 也都有这个出现年增40%到20%的情况 这是在整个接单的状况 基本上这个高峰是有差不多开始出现了 这个慢慢回落是可以预期的 那在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上周 这个如何看这礼拜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上周 涨幅比较大的一些个别股票 那预测一下这些个股是不是可以看出本周 这个美股啊或者台股要走的方向 涨幅比较大像是 回答涨了快9% 8.54% 特斯拉涨10% 脸书呢只有小涨1.3% 但苹果刚刚讲了这个全周啊 大涨7%创新高了 微软涨2% 亚马逊开始在上了 涨4.3% 谷歌只有涨0.13% 但是跌的都是一些中小型成长股 像是Zoom 从今年的高点已经跌了56%了 还有呢 PayPal也跌了将近四成 Snap也跌了将近四成 这些都是去年三月之后一直大涨的股票 但是到今年中呢 都开始明显出现高档回落的状况 所以资金啊 美股似乎有轮替到一些 大型科技巨头 这种股票的情况了 这也是看起来值得注意 其实肺半上周比较强 像美光啦 包括高通啦 辉达 还有超微啦 这些都是上周比较强势的一些个股 那这些个股会不会延续本周继续走高呢 还有就是台股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向预期呢 这边继续请教群预期 或者张银中分析师 银中你觉得台股现在目前会怎么走 以及在个股的部分 你比较看重的是什么族群呢 对那其实台湾看起来在这里间是比较温吞 那随着这个美股创新高之后 其实我们离这个钱高是还有一段距离 那如果你把这个K放打开来看 我们的钱高应该是在一万八千点附近 就是在几个月七月的时候 其实都还没有过高 当然这个投信投顾工会的那个理事长 他是很看好 他说会到两万点 那看来其实真的是有可能 因为其实很多的利空夹急之下 其实台股慢慢的往上冲 那今年台湾是有个特色 就是外资他是卖钞的 你从一月看到现在 他其实买钞的月份并不多 就是四月份买了一次 然后八月跟九月 那当然你看最近十一月的上半 就是到现在为止 他大概已经买了将近三十亿的美元 那三十亿美元换算起来 大概就是金额还蛮多的 所以这个盘 几乎差不多八百亿台币了 对他只要外资愿意买 其实这个盘是会动的 但其实前面他大概是呈现 比较多卖钞的状况 那因为他去在之前卖钞的时候 其实内资把它拱上来 包括像这个寿险基金等等 所以这个盘在轮流做多 就是土洋 他可能没有一致 但他轮流做多的时候 其实台股慢慢会被拱上去 在国际股市 如果不要有大幅的重挫之下 我觉得台北股市看起来 还是偏向比较多方 包括像明年2022年 他的获利预期 其实还是比今年 大概还要再成长10到15% 就是EPS本益比等等 或是殖利率 其实都是很不错的预期 所以应该股市 还是会慢慢的偏多 那至于什么类股的话 其实我建议听众朋友还是要去买进获利的股票 之前我们大家吵了很热的元宇宙 那其实可能都还摸不到 就在买一个梦想 那涨最多的 其实可能是本业是没有赚钱的 就是靠一个梦在撑 那像美国刚才那个穆华哥有讲过 NVIDIA 它其实是获利的股票 那它跟这个元宇宙扯上边 那我觉得你再去买它 其实你会比较安心一点 你不要去买一些 比较虚无缥缈 或是有一些题材 但是大股东持有比较多的时候 你就去买它 我觉得那都相对比较危险一些 所以就是还是要去买实质面 然后可能这个月营收 这个YOY持续成长的股票 相对是比较安全 当然包括像外资 因为最近它持续在买 所以你可以去找它 可能买很多 但是可能还没有卖掉的 像你看最近10天 它其实买最多的 应该还是华航 长龙航这两张股票 虽然这几天开始有点下跌 但只要看到它没有大股的 把之前10天内买进的股票 都卖掉的话 其实它相对回来之后 还是有机会的 包括它最近也买了很多的金融股 好像玉三金 开发金这些 它最近的时间 大家都还有买到5万张以上 这些股票可能到年底 都还可以再注意一下它的变化 好 那油价已经连回五周了 回挡的幅度不小了 美油上周五大跌了3.68% 跌到美桶76.1% 创了今年10月初以来新低 全周跌了将近快6% 是连跌四周 至于说布油上周五也大跌了快3% 美桶跌到78.89% 创了9月30号以来的新低 全周跌幅将近4% 美油跟布油都是持续出现了 四到五周的一个回档 另外汽油 美国的零售汽油期货价格也是下跌 上周也是连续第五周的下跌 唯独天然气价格上涨 全周涨了快6% 那汽油价格跌了4% 那欧洲天然气也上涨了一成多 油价怎么观察呢 油价会持续的被白宫打压 包括日本也说要四出战列除油了 这个呼应美国的要求 是不是油价会持续的偏弱呢 但其实大部分的国家都不喜欢油价太贵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油直接灌破了季线 目前我们把西德州清源油 我们把季线拉出来看 其实在上周五的长黑棒 大家就灌破了 季线下方的商品 自然就不会称为它是一个多方 所以这边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 在季线的上下 大概要去震荡一下 上周的长黑棒在跌什么 其实跟奥地利的封锁还是有关系的 奥地利封20天 那德国可能会跟进 在欧洲其实在疫情更严重的时候 那ECB在明年可能更难生息 那就可以联想到欧元就会更弱 所以上周的欧元其实走的相对是比较弱势 那欧元弱的话美元就会强 那美元跟因为油是美元计价了 所以美元持续在这个季线上方做正常的话 那油的压力本来就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这些因素结合看起来 油价目前要回到这个前高 像这个油85块以上的话 难度相对是比较高一些 它顶多可能在这个75到80之间做整理 那是几率比较高的 那美元您刚才既然谈到美元 美元已经是收在96之上了 上周涨幅有一%是连续四周涨升 那美元会挑战100点吗 当然我觉得这个几率相当高了 那就算今年不会到的话 我觉得在2022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它已经就形态来看 例如说拉长到最近的两三年 它已经破了一个W的大型的颈线 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头了 那基本面的话 其实明年升级应该是确定的事情 那欧洲可能你连等都等不到 就是这个欧洲央行其实相对是很很隔派的 那经济的这个复苏其实也很弱很慢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美元强欧元弱 应该在明年也是一个主要操作的一个节奏 好不过欧元弱其实对欧洲股市不错 欧洲股市还蛮欢迎欧元弱的 欧洲股市当然欧元弱它都会走多了 好那这个另外就是金价 上周也出现了回跌将近1% 不过其今仍然还是守在1850块钱一盎司这个位阶了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群艺奇 或者张宁中分析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这边稍微的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第二小时的节目 现在我们有更多的资讯 要跟听我们有做一些报告